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单独 Richard Stanton 青莱府首长纳龙沙公布消息时指出 搜救队员先抵达原本预期足球队会停留的巴达亚海滩 但该学士已经被淹没 潜水人员决定朝住300到400公尺外的另一处高地前进 终于发现失踪的13人 据信他们身上并莫有严重外伤 受困男孩及教练位置约在考龙学内两公里处 深度则在地面下800公尺至一公里 纳龙沙指出 任务还莫有接触 目前将全力抽干洞内积水 救出他们 但必须何时尖赛跑 因为根据天气预报 四日起荡的又将恢复降雨的天气 搜救团队已开始规划撤离行动 救援团队已经送进能量棒等食物 会潜水的医护人员也已进入前去 检视异形人的身体状况 泰国军方则表示 这13人必须学会如何潜水 否则就要在洞窟等上数月 直到地下水退去才能脱困 但有专家警告 洞窟内的环境条件 就算对有经验的潜水者来说都非常危险 让他们自行穿上潜水装备 游出很容易就会让陷入恐慌 甚至危及自身与救援人员的性命 因此最好将此当成最万不得已的解决方案